韩丽两手掐绝 灵狱上空隆隆一响 一扇扇巨大的金色大门浮现而出 赫然连通着各大仙玉 还有许多下界未面 其中一个金色大门个头最大 门内是一片无边的空间 流淌着无数金光 正是之前进阶大罗后期时出现的天道时间法则 韩丽两手一引 那些连通各界的金色大门尽数一亮 一股股时间法则隔空传递过来 融入时间领域内 那些领域还有下界未面的时间 立刻变得紊乱起来 天地灵气剧烈的波动 狂风骤起 天雷呼啸 一副末日来临的模样 龙渊仙玉这里的时间法则 更是朝着金色雷玉汇聚而来 整个仙玉风起云涌 天地变色 连通天道的大门也猛然一亮 一股粗大的金光从中落下 注入灵域之中 金色灵域猛然扩大了数倍 绽放出无尽的金光 连天上的太阳也被遮掩了去 未能无休止的提升 朝着冯清水隆隆的压迫而去 冯清水眼见此景 面上露出惊悍之色 他大吼一声 身上蓝光闪烁 一个完全实质化的蓝色灵域浮现而出 这个蓝色灵域充斥着无数的雾气 折射出无数道迷离的光芒 让人望一眼 便不由地目眩神离 同时里面还浮现出一道道空间之门 试图连通各大仙玉和卫面 戒掉力量 但是就在此刻 附近的虚空中突然雷光大盛 一张覆盖天海大陆 巨大无比的金色雷网凭空出现 一道道粗大的雷电在雷网上游走 雷网两侧的虚空似乎被隔绝开一般 冯清水 淋浴内的空间之门顿时一片混沌 只有道道金色雷光 他眼见此景不禁面色一变 就在此刻 金色淋浴轰然而至 一股滔天的距离率率先落下 冯清水全神一紧 几乎无法动弹 他大喝一声一拳倒出 其释放出的蓝色淋浴隆的运转 从下方海域中 戒掉了一些水之元气 勉强一辆向金色淋浴迎去 下一刻 金蓝二色光芒横贯天地 轰然相撞 韩丽和冯清水交手到现在 灵欲数度碰撞 这次最为激烈 这是属于法则与法则之间的比拼 也是属于规则之间的对抗 更是大道之争 然而时间法则作为真仙界三大至尊法则之一 那是最接近于本源的天地大道 水之法则又如何能够抗衡呢 顺时之间整个龙渊仙域剧烈的颤抖 天为之崩海为之列 数道巨大无比的空间裂缝 横跟在龙渊仙域的中央 飞快朝着两端延伸 几乎把整个仙域撕裂成了七八块 龙渊仙域的海水也朝着那些空间裂缝倒灌而去 边缘处稍小一些的碎裂仙域呢 赫然整个被空间裂缝吞噬 朝着下界坠去 幸好龙渊仙域绝大多数区域都是无尽大海 纵然仙域破裂 却并没有造成多少伤亡 而两个淋浴僵持了没多久 在金色淋浴的研磨下 蓝色淋浴尚浮出了一道道巨大裂缝 然后直接四分五裂 如鸡蛋般爆裂开来 冯清水身子猛的一颤 整个人随着释放的空间淋浴被碾碎 一下萎靡起来气息骤降 但是他显然是不会轻易放弃 在其支撑之下 碎裂的蓝色淋浴仍然在 与愈发明亮刺目的金色淋浴抗衡 只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呢 原本金蓝两色淋浴交织的碰撞当中 蓝色越来越少 金色越来越多 终于在最后几分钟 蓝色也被金色所吞噬 冯清水 噴出一大口鲜血 像一颗坠落的巨石般 朝着下方大海砸去 韩丽的面色同样是有些苍白 毕竟 以大罗径巅峰的修为 维持如此级别领域 如此长的时间 已经是不小的负担 但是此时的他必须要赢 看着急落而下的冯清水 含里一拳狠狠地倒出 五道明亮的金光 从其释放的金色淋浴内射下 绿胶织 瞬间凝成了一只金色巨拳 正是大五行 灭绝拳 金色巨拳表面金光一闪 瞬间便追上了冯清水 一砸而下 冯清水渐撞张口喷出一口金血 手中有些艰难的掐绝 法绝和金血融为一体 融入虚空之中 一道耀眼的蓝色光电 电射而出 赫然正是那团 秘境内的蓝色骄阳 此刻一闪化为一柄百丈大小的蓝色战机 战机绽放出万道蓝光 更散发出一股强大 无比的法则之力 比冯清水本身的法则更强背许 也远在 韩丽的青竹风云剑之上 二品仙气 韩丽瞳孔一缩 一眼就看出对方使出了杀手锏 而随着冯清水 手指一点而出 蓝色战机表面蓝光一闪 画为一道惊天蓝红 挡在他的身前 表面蓝色水光流转不下 展向了迎面而至的金色巨拳 就听到 呼 一声巨响 金色巨拳碎裂开来 画为了无数的金光飘散 蓝色战机表面上蓝光狂闪 视如破竹一般穿过飘散的金光 在金色围域中 画出了一道蓝色的痕迹 以惊人的速度 往韩丽所在的位置 狠狠地刺去 冯清水嘴角挂着鲜血 眼中闪过一丝疯狂 小小大罗 竟敢和盗祖争辉 韩丽望着朝自己射来的蓝色战机 面色却平静如常 这一幕落在冯清水的眼里 令其没来由心里的咯噔一下 就在蓝色战机距离 韩丽不足百丈距离时 韩丽双目中金光骤然大胜 整个金色围域随之一震 接着 那柄原本气势如红的蓝色战机 突然直挺挺的 停了下来 紧接着 在冯清水目瞪口袋的注视中 蓝色战机的表面被金光所覆盖 最后竟是猛然爆裂开来 化为了无数的碎片 盖死 此时的冯清水心中已满是惊恐啊 他右手一翻 手中又多出一块蓝色令牌 又将其一把捏碎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